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黄杰英 李勇 吴梦达 还有金勇老爷子 其他的很多老艺人也不怎么出来拍戏 都是扮影推状态 不免就有了一点荒凉之感 去搜了一下罗家良肝癌传闻去年就有 去年11月 罗家良戴着口罩帽子 进了香港一家癌症医疗中心 狗仔说他在里面待了三个小时 返回酒店时在附近的餐馆吃东西 也没有吃多少就吃不下了 进癌症医院加申请销售加吃不下 于是传出他肝癌的消息 当然 媒体也说 罗家良患癌并不是空穴来风 季方一传 从去年传到今年 肝癌变成了肝癌晚期 粉丝都吓坏了 抱着对老艺人的关怀和新闻的真实性 跑去翻了一下罗家良的社交媒体 真是离了个大谱 罗家良微博更的比较少 最后一条微博是9月份 但某英赏基本是每隔几天就更 前天在自拍 上个星期在公园 上上个星期在爬山 这身体这气色比一般的熬夜党都好吧 像是肝癌晚期 去年传一轮 今年又传一轮 也是欺负老艺人胡了 说起罗家良 当年好歹也是一代是奶杀手 TVB一哥的称呼始于罗家良 也忠于罗家良 有些专门为其量身打造的意思 可见他在TVB地位之尊贵 有人说了TVB男神多了去了 70年代的郑少秋 周润发 80年代的五虎将万子良 90年代的温兆伦张志玲 陶大鱼 以及之后的古天乐 李耀祥 也是非常了得 为何只有罗家良被称为一哥 那也没办法 要怪就怪TVB直到1997年 才整出一个万千新辉颁奖典礼 设立了世地大奖 而罗家良正是得奖第一人 其后又于1998年和2002年分别摘得 为首位三次荣获此奖的艺人 绝对傲视群雄 独步迎平 你大可质疑这个奖项的公正性 为什么我家古仔阿智没有取得如此成就 讲真TVB以奖换约或以约换奖之类的暗地交易 不是没发生过 但是你必须承认 罗家良演技是真的好 为人是真的混得开 一句话没有实力 想要弄智霸搞事情 书可忍 神也不可忍 一哥是罗家良的荣誉称谓 他还有个花名叫做劳家 劳家本来不是什么好词 但是放在罗家良身上 又有了不同含义一般认为 罗家和老家发音近似 大家叫得亲切 不过也保不准是种反讽 早期的罗家良 古兽驼背 呆头呆脑 受尽轻视 在目睹老的外号 加上个老家 真是莫大讽刺 名为左右逢源 实为寸步难行 诸心知己 还好罗家良苦挨十年 一步一个脚印 终于攀上高峰 从此老家才名副 其实名气象挣钱多 演技高 人又亮 在各角色之间游刃有余 在各剧集中 形象百变 捞得风生水起 捞得兴致勃发 罗家良走后 TVB再无一歌 我想这不仅指 罗家良飘然离去 能挑大良者 后继乏人 更表明TVB 有胜转衰 一个时代彻底终结 而香港娱乐圈的沉沦 又歧视 一个TVB 罗家良生于1962年 12月16日 本名罗浩良 上一两代 具有巴西血统 顾年轻时 面旁白皙 嘴唇红润 很有些异国情调 小时候家里清平 每个月只有爸爸 发工资那天 才能吃得上肉 这样的家庭 让他懂事很早 与人相处 总是宁可自己吃亏 人称呆小孩 在亚时期间 罗家良很听话 让唱什么就唱什么 先后演唱了 云海玉公园 秦始皇 品宗侠影等 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歌 虽然有开工 但是收入平平 机会有限 前途依旧一片迷茫 这样过了两年 卢国瞻忽然和亚时闹翻 跳槽TVB 就把他牵的 罗家良 郭敬安也一起带了过去 当时正是1986年 郑少秋万子良 虽然还扛着TVB的大旗 但新生代的 无限 无虎将 刚刚结散 唐正夜 也因翁美玲自杀 扮影于娱乐圈 刘德华惨遭血仓 苗巧为友谊从上 对于新人来说 这正是求之不得的大好机遇 然而罗家良 却被一个人抢了风头 TVB高层看罗家良外形一般 傻大哥 样子呆呆的 不机灵 就给了他一个小角色 让他在电视剧 《城市故事》里 给温兆伦作配 饰演目独老 罗家良从小本分惯了 不喜欢自己拿主意 只喜欢照着别人说的 按部就班 去做事 这对他来说 也算是本色演出 最后目独 这个象征呆的词 就成了罗家良 好长一段时间的标签 和罗家良一起 跟着卢国瞻 转战TVB的郭景安 小他两岁 也在《城市故事》里 首次出演 不过 方位却比他靠前 两人师出同门 又是初来乍到的小人物 经常分吃一份盒饭 并为一两句台词 在片场从早首到晚 相识于微时 患难与共 自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但仅过了一年 两人的地位 就有了明显差距 1988年 在郑少秋主演的电视剧 《事不低头》中 配角 郭景安表现出色 备受肯定 又因他长相有点像 张国荣 因而被称为是 张国荣接班人 而罗家良倒是 也在这部剧中 出演了配角 方位仍比郭景安靠后 表现也一般 每次遇到记者时 记者们总是围着 郭景安采访不停 罗家良则被挤出人群 不过这并没有 让两人产生嫌隙 好朋友独自成功的日子 罗家良始终默默做事 公司叫他做什么 他就做什么 叫他每天开工多少小时 他就开工多少小时 TVB高层 见过听话的 但没见过像他这么听话的 于是反手就丢给他一个机会 还是1988年 26岁的罗家良 终于得到一个机会 和梁朝伟刚刚分手的前女友 曾华倩搭档 在历史武侠剧 龙亭争霸中 分别担任男女主角 天长地久 有时劲 终于等来了男主角 罗家良的心里美滋滋的 同时也不敢懈怠 每天连吃饭走路 都在模仿古人 然而美梦碎得太快 这部戏之后他又是演配角 咖啡顶夺也就是二三线小声 为什么呢 后来有一次 曾华倩接受采访时说 当时他第一次和我拍戏 拍龙亭争霸 为人非常斯文 当然 说好听点叫斯文 说不好听点叫做呆板 曾华倩还爆料 说罗家良那时礼貌的 像日本人 见面一举沟 华倩姐多多指教 拍对手戏时 讲对白 罗家良睁眼都不敢看曾华倩 不是低着头就是扭着头 于是他左看看右看看 怎么都觉得 眼前这个人不会是红的料 这之后 罗家良也懂了一个道理 好运不会一直在 今天的成绩不等于明天的成绩 自敢演技步行的他 从此越发谦虚谨慎 开始夹起尾巴做人 这样过了四年 因为做人成功 深得人心 罗家良逐渐得到了前辈的提点 辈也不妥了 演戏也放得开了 然而在他信心满满 准备大展拳脚之际 等待他的却是一条恶人之路 1992年 30岁的罗家良 东山再起 在电视剧《火玫瑰》中 饰演男二号乔丽 和温比辖饰演的 欧阳海潮 亲密摩擦 最后却以坚决形象 开启了恶人之路 1993年 罗家良又在聂文里 饰演了一个 为了挤入上流社会 不惜杀死女友的坏蛋 旧死版《射雕英雄传》里 他又饰演了 贪慕虚荣 任贼做父的杨康 到了1996年 罗家良和郑少丘 再次搭档 他在天地南儿中 饰演的大反派 徐嘉丽 大受好评 被誉为时装杠剧 最丰满 最全面 最完美的坏蛋 这时的罗家良 年纪已经过了34岁 终于不再是 从前那副呆版的 瘦皮猴模样 越长越大气的他 骨肉均匀 浓眉大野 目光如炬 一表人才 演得坚决 都有观众缘 至此罗家良的演技 终于获得肯定 因为一个反派 一举成名 但还没有来得及 享受这迟到的荣光 罗家良就被派到北极 为TVB拍摄探险节目 命运很奇妙 自北极遇险 大难不死回到香港后 罗家良的人生 就换了模样 1997年 35岁的罗家良 与吴振宇 轩轩主演《难兄难弟》 凭借诙谐自然的表演 丽雅 欧阳正华 黄世华等人 融合首届TVB 万千新辉 颁奖典礼势地 奖项加深 罗家良名声大噪 很快推出唱片《难兄难弟》 原声大碟 也轻松获得了 IFPI双百金销量 第二年 罗家良成胜出击 再次作为男一号主演 《天地男儿》的姊妹片 《天地好情》 凭借卓尚文一绝 成为无数女子追捧的对象 并蝉TVB视地 这一年 罗家良顺时又推出唱片 《天地好情》 销量达75000张 诱惑IFPI双百金唱片 于是 他还凭借着这大好势头 在红馆举行了 一连四场演唱会 事业风生水起 到处笑脸相迎 1998年 36岁的罗家良 结束了和女友方明仪的 长达十几年的马拉松 恋情长跑 两人正式步入了婚姻殿堂 并于次年诞下一个儿子 对于这段来之不易的婚姻 媒体上一段报道 却是这样写的 平淡的童年 支配成长的命运 没有太多的起伏 没有特别的计划 罗家良也就顺利 当然地做了人家的丈夫和父亲 他从不计划 是时候就结婚 也许媒体写得中肯 于是为罗家良 接下来的绯闻与婚变 卖下了伏笔 1999年 TVB又为罗家良 量身定做了百集电视剧 《创世纪》 竟非昔笔 望明权 吴奇隆 蔡少芬 古天乐 刘凯威 一级好兄弟郭景安 全部都给他作配 这部家族商战剧 既是香港商战剧的巅峰之作 也是罗家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 直至今日 很多人说到罗家良 最先想到的就是 《创世纪》中的叶容天 当年因为叶容天身材和气质 穿西装穿得太合衬 罗家良已是被誉为 全港穿西装最帅的男人 即使俊俏如29岁的古天乐 在剧中也没有夺走 37岁罗家良的半点光彩 那时的他在TVB 真可谓是势不可挡 风头无量 从1967年 邵逸夫等创办TVB 至1999年 长达32年的历史里 还没有谁 曾被公开称作一哥 罗家良是第一个 欲待王冠 必已成其重 既是一哥 其忙碌程度也可想而知 而拍摄《创世纪》的 前后几年 也使罗家良最累的几年 经常日夜颠倒 疲惫不堪 终于有一天 罗家良不舒服去看医生 化验完医生怀疑他 肝出了问题 令医生大了眼睛的是 罗家良听说后 定定地看着他 想哭哭不出来 突然竟笑了起来 说太开心了 终于可以明镇言顺 踏踏实实地去睡觉了 然而好觉 没睡几天 兼致找到医院来 问罗家良 先生贵姓拍不拍 可以演女人哦 好刺激的 罗家良睡了一天 一股路 爬起来就去了公司 难得可以挑战 这么刺激的角色 机不可失啊 2002年 40岁的罗家良 和32岁的玄轩 继5年前合作 《难熊难地》之后 再度合作电视剧 《流经岁月》 拍摄期间 传出两人假戏真作的绯闻 继而 伸出婚变遗云 一时间 罗家良的好男人形象 大打折扣 但这段绯闻很快 就随着拍摄结束而终止 媒体也对罗家良 手下留情 一番波折后 罗家良凭借 《流经岁月》中的出色表现 第三次夺得TVB试地 他创下的这项记录 直到十年之后 才被李耀祥和他的好友 郭敬安打破 然而 尽管三货试地 风光无限 但罗家良在TVB的薪水 却不高 虽然不至于想不红的时候 买一套出席活动的西装 都要花掉近半月的工资 但终究有限 于是在2003年5月 41岁的罗家良 终于离开TVB 加盟香港欢迎有限公司 此后开始赴内地拍戏 在片场 罗家良永远不会迟到 台词部署的事 也绝不会发生在他身上出现 他自己带 适合片中角色的衣服到现场 还有上百条领带 都是他自费买的 他还随身带着小笔记本 以便记下来哪一部戏 即哪条领带 配哪件西装 在内地拍戏 收入翻倍 自己能支配的时间也更多 每天至少可以保证 六七个小时的睡眠 这在以前 是罗家良不敢想象的 虽然赚钱了不少 但在内地发展的罗家良 在TVB时期的风光和影响力 在未重现 而且不久之后 他和方敏仪 那风雨同舟了许多年的婚姻 也默然翻了船 2007年11月 45岁的罗家良 在拍摄电视剧《完美结局》时 和剧中试验他妻子的苏妍 因喜深情 擦墙走火 苏妍是山东姑娘 比罗家良小12岁 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戏剧系 她19岁 在张艺谋电影《活着》里 扮演过一个小护士 26岁时 又上过春晚 演过一个小品 在认识罗家良之前 苏妍和她 大16岁的电影录音师 陶京结婚 先后出演过 《风气云友》 《长恨歌》 《色戒》等多部电影 还获得了 华表奖优秀新人 和金像奖 最佳女配角的提名 2008年 46岁的罗家良 和妻子方敏仪离婚 后来苏妍也和老公 淘京离婚 2009年1月底 46岁的罗家良 和35岁的苏妍 在北京订婚 同年底 两人举行婚礼 必须承认 罗家良很爱苏妍 她活到40好几 从未下过厨房 为了苏妍 却深深变成了大厨 有时做一道菜 会联系香港的母亲 一边听一边记 先放什么再放什么 除了做饭 罗家良还 包圆了家里所有的家务 洗衣服 换灯泡 以及照顾花园里的花草 有人指责罗家良 是娶了媳妇 忘了娘 2013年4月11日 罗父逝世 同月18日 罗家良和苏妍的女儿出生 但她只发布了老婆大肚照 而选择不公开 王妇的消息 另外媒体报道 罗家良为苏妍 选择私家医院 香港港安医院生女 父亲有病 就要入住伊丽沙伯公立医院 且她没为父亲守灵 出病当日还迟到了 凡此种种 皆为不孝的表现 罗家良解释 父亲一开始就被 送进了私立医院ICU 后来病情稳定 医生建议转入公立医院 才入住伊丽沙伯 至于父亲摄灵当晚 她因为工作再生 未能出席 出病当天 姐姐让她10点到 她是准时到达 就算讲明了 媒体仍不放过她 言方敏仪 不待见苏妍 罗家良不惜将赡养费 加码8000 目的要前妻答应跟太太见面 方敏仪出面证实 此奈莫须有 她和罗家良虽然离婚 但再见一时朋友 和苏妍也吃过几次饭 相处融洽 如此生活 在值值点点中 罗家良过得累吗 倒也不见得 据她身边人介绍 与苏妍结婚 罗家良改变了许多 好像开始了人生的另一夜 动得享受生活了 扎小兴也评价 罗家良像比以前 变得放得更开了 这终归是件好事吧 所以扎与不扎 前期的评价 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 抛弃糟糠之期 才会被骂复兴播情 但罗家良因为 有一个豁大的前妻 每次出现负面新闻 都例证 让这件事变成家世 外人不好插手 现在罗家良 一人养两家 快60岁的年纪 依旧很平 很多网友不能接受 觉得TVB一哥出来 买场捞金 就一句话 别觉得心酸 60岁的人还在工作 其实是一件幸福的事 说明他还有价值 即便这工作看起来 没有以前体面 但上演直播又怎样 依旧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况且你觉得心酸 人家异常上演 敌你好几年存款 最心酸的莫过于自己的口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会持续带来更多 明星背后的故事哦